等了兩年半 美國六個月以上五歲以下 孩童終於不再是疫苗孤兒 家長們情緒激動 期盼歸期盼 但調查顯示 美國擁有五歲以下小孩的家長 只有五分之一會選擇立刻讓小孩打疫苗 五分之四選擇先觀望 年齡層在往上一點的五到十一歲孩童 去年十月開打輝瑞BNT 至今只有29%的比例完全接種 顯示家長對孩童疫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美國CDC批准BNT莫德納兩款幼童版疫苗 BNT需打三劑 幾兩成人十分之一 莫德納只需要打兩劑 幾兩成人四分之一 兩款疫苗對預防孩童住院重症 以及死亡的效率皆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此外 美國CDC顧問一致支持建議 對六到十七歲孩童 與青少年使用莫德納 過去莫德納疫苗相較於BNT 被認為導致年輕男性發生心肌炎 心胞膜炎的比例偏高 但美國CDC認為統計數字過低缺乏代表性 因此仍擴大莫德納建議施打年齡層 如此一來 BNT莫德納兩種mRNA疫苗 都將開放給所有年紀在六個月以上的 美國人接種疫苗年齡限制大放寬 達成新的里程碑 記者綜合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